嗨 各位我是影川一 是的 偷跑的我滑水滑了三個禮拜 終於要來告訴你們我對這次PUR的具體感想了 先說 跟人中之龍一樣 如果你今天看到我做遊戲測評這種壓根沒愛看的節目 那你就必須知道我對這東西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感情的 不管我今天是要來吹它還是噴它都一樣 特別是我們今天要來講的還是那個 你每天天下第一來天下第一區的PU 今天竟然也出了DLC加強版 哈哈吃屎吧小宅 的PUR更是如此 我知道最近這幾年國內的玩家被不管是FF 無人升空還是N38等遊戲的先發售後補權的DLC傷法給領域的不清喔 所以對PUR這種大型冷飯抱持著過度的警戒也是很正常 可是有異點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記住也就是 今天不管我們遇到的是哪一種形式的冷飯 只要它改的好那它改我的好評是絕對不會少的 OK要了解這款厚顏無恥再賣一遍的騙錢作品 我們首先必須知道到底什麼是P4重置 打從P4G開始每當阿塔拉斯準備要來加強一款遊戲的時候 他們腦海底想的從來不是什麼 該怎麼讓舊遊的東西看起來現代一點換個皮修個BUG之類的 而是去重新思考接受粉絲的反饋 以此為基再去深化遊戲原有的魅力 而P5是一款開發耗18年 時常百小時極高自由度帶入感爆棚的頂級RPG 我們到底要如何從各方各面都更加放大這遊戲的優點呢? 這是P5R團隊開發時不斷在思考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在一款不來就已經很OK的作品上面加油添醋 反而很容易化蛇添足造成反效果 不過好解他們多少還是有幾個可以參考的案例 像是首先最不需要我解釋的就是本作新增的女性角色方澤霞了 基本上你看到的任何一個有關P5R的宣傳方澤都是最大的亮點 就跟P4G的瑪莉一樣 只不過遊戲一上來我們就能看到方澤跟瑪莉在高級程度上差別非常大的一點 當初P4G團隊處理瑪莉的策略是他們會讓主角群主動去跟瑪莉產生交集 每一個主要角色沒事會稍微問候一下瑪莉最近過得好不好之類的 但是P5R的方澤則是反過來 是他本人會不斷地去亂入主線原有的劇情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遊戲也一開頭 P5R就無縫銜接了一小段方澤跟主角共鬥的劇情 而且還直接配上了本作主打的新戰鬥曲《Take Over》 以及一段相到不行的過場CG 光從像這樣幾乎宛如正宫宣示的華麗開場 我們這一席有打過原本的老玩家就能夠非常強烈的感受到 他們是真的打算把方澤做成本作的最大焦點 後續的路邊英雄舊美雨天撐傘回家 我們都能感覺到方澤作為一個新女主與眾不同的氣場 可是P5R後面栽根頭的原因卻也諷刺的恰恰就是在這裡 這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方澤替身名為桑德利翁 也就是法語的仙度瑞拉的意思 是的沒錯 飽受壓迫獨立自主 灰姑娘從來都是一個極具反逆之的象徵 我覺得他們不直接寫仙度瑞拉單純就只是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吵而已 然後來到了P5的世界觀下 灰姑娘就被轉化成了一個酷似一隻玻璃鞋 而且胸前還有一個時鐘造型的人格面具 不得不說這種設計真的是非常有附導成績的直白 大膽並且充滿完心之魚 仍舊不忘雕刻細節的作風 而且比較覺得一體的是 以往的P系列的角色跟他們背後P之間的關係都是相對比較薄的 像是你其實也沒辦法從龍絲跟基德或者番長跟伊賢娜期間找出什麼特別的聯繫 主要還是FU對的那就決定是你 但是方澤卻是一個超級無敵有趣的例外 方澤的P為什麼是桑德利翁 以及為何他的面具會是黑天鵝的造型 你們玩到後面就都會發現 這幾個設計其實都是有特殊含義的 他們同時也會連結到R星家的劇情中想要闡述的主題 好吧總之桑德利翁擅長的是物理還有光屬性的攻擊 不僅傷害超級無敵高 而且動不動就能打出Critical 最要命的是人家速度也很快 每次都你第一個打 經過戰鬥經常第一輪就結束了 根本不給其他隊友留活路 畢竟我們不能忘記 人家玩的雖然是新體操 是個很騷的很優雅的運動 但那終究還是運動 所以實質上方澤在團隊裡面 其實是一個不亞於龍絲的腦筋 不過我還是得承認喔 方澤大概是遊戲界季2B之後 唯一一個不管幹啥都相到不行的角色了 小小小姐收起你那雙引人犯罪的大腿好嗎 閉上你那雙電人的眼睛好嗎 敢不敢姿勢再站的挺一點 敢不敢高跟鞋再再再再踩的高一點 真的是齁太太太不知簡點了 OK講完了方澤 我們來講講P5R其他加強的新地方喔 也就是所有地方 對的不管是在日常、戰鬥、過場、UI、音樂甚至是畫面 P5R或多或少都是有加了各種不同的新東西 全部列出來我後面也就啥都不用講了 根本就是大家來找查 像是我來考考各位到底有多少人發現 所以為了簡單解釋 在此我還是在重點強調一次阿特拉斯他們作家強版的最高原則 也就是深化遊戲原有的魅力 像是你們覺得P5的日常要素是遊戲最吸引人的部分嗎 那好 我就給你更多新Cope、新活動以及更多的自由時間 而且在無形之間P5R也偷偷抽掉了幾個 原本可能會阻擋你遊玩節奏的障礙 或者是多加了一些輔助來把你的遊玩體驗變得更加順滑 例如第一原版那個DVD出租店 因為玩家能玩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幾乎每幾個人有辦法在時間內看完然後拿回去還 好啊那這代我就直接取消與其罰錢這個限制 第二 玩家攻略Cope的時候經常出現差那麼一點點好感度就可以升級的情況 好啊那這代我們就多加一個事後通話的功能 直接多給你一次機會多充一點好感度 不只日常喔 這個邏輯擺到戰鬥、探索、迷宮上也都是通用的 每次惡魔對話的時候都搞不清楚Cado的個性一直說服失敗怎麼辦 沒關係這次我們讓Mona提示你什麼個性用什麼語氣溝通會比較有效率 每次闖迷宮都會欠SP沒辦法一次闖完怎麼辦 沒關係現在我們有了石頭跟額外特性的輔助 就能讓你玩得更有效率 當然我不會說R的所有修正都是成功的喔 像是印象空間 我得說印象空間大概是整片遊戲裡面改最多的地方 有新歌、新要素、新商店、新怪物 甚至還有烏漆媽黑層樓、操場層樓、一本到層樓這大堆全新型態 但殘酷的是跟其他殿堂比起來它就還是不好玩 說老實話以JRPG必備的這種刷刷刷地下城的標準來看 印象空間的豐富程度已經是非常頂級的了 既沒有惱人的暗雷等級抵你太多的雜魚甚至直接不會來煩你 它為了防止你煩還貼心的換了移動方式 可是當我打完P5R之後 我開始認真的覺得是時候徹底淘汰掉這種沒機制也沒劇情目的的迷宮了 接下來真的是P5的殿堂或者薩爾達的祠堂當道年代 OK扯得有點遠我們回歸正題喔 P5R之所以會去做這些改動 是因為這些全部都是P5有過的缺點嗎? 其實不是 遊戲的友好程度本來就是需要被控制的 但是P5R很清楚自己是什麼樣的定位 它就是要給P5玩家帶來更自由更深入的體驗的 所以他們才會選擇給予玩家更多的主控權 時不時插入的全新事件以及豬小拳重新繪製過的人物立繪 也全都在幫助老玩家維持住他們的新鮮感 你玩P5玩個兩三輪都不一定保證能發現作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細節了 相似我就是到R才發現原來秋天會有卡車來四圈茶屋賣地瓜 也不知道在小七打工有機會遇到同學 我沒看網路上的影片更是不知道 如果買P5玩的唯一目的真的就只有快速的通過前面的舊劇情 然後進到第三學切畫 那老實說我覺得你上網影片看一看視頻通關就好了 阿特拉斯要是真想這樣賣也大可以遊戲發售後馬上出一個計票 然後最後再賣你一個全部打包好的豪華版來個坑錢三連 但是這樣等於是直接忽視了團隊他們絞盡腦汁 對於遊戲的每一個方面所做出的細緻打磨 我一定要說如果只看後面這段新劇情進步精彩 來判斷P5玩有沒有誠意的話是絕對絕對不公平的 就算我本身其實並不怎麼滿意P5玩的成果 這有著非常微妙的原因 但這也絕對不代表會哪一大堆亂七八糟無理取鬧的理由來嘴這款遊戲 好的那差不多到這裡我就要來準備進入劇透解析的部分了 如果你還沒有打到第三學期那請你務必先行離開 等到了破完之後再來點開這支影片 321我們開始 第三學期的劇情講述打完聖杯之後 本應該被抓進少年院的主角因為明智無狼的出現而免過了一次牢獄之災 怪到團算是快快樂樂的度過了一次新年 但是在那之後 主角的周遭就開始出現了各種怪異的情況 龍絲突然就回到了田徑社還得到了大學推薦 小春的爸爸雙一的媽媽都離奇復活了 最扯的是Mona還變成了一個超級大帥哥 當主角還在思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她再度遇上了前幾天本應該被逮捕的明智 他們兩個似乎是少數察覺到世界產生了異狀的人 於是為了搞清楚事件的真相 明智跟主角就這樣展開了搜查 簡單來說呢 PUR的第三學期也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無限閱讀故事 無限閱讀是一個用的很好可以很感動 用的很爛可以很惱人的套路喔 正義就是天原突破 反義則是 總之晚喜托人就是創造了這個虛假世界的罪魁禍首 她的人格面具有著扭轉因果來彌補人們心中創傷的能力 而她的第一個正式病患就是方澤錦方澤霞的雙胞胎妹妹 對的沒錯 真正的霞已經死於車禍 而造成這場悲劇的人就是錦本人 於是為了緩解錦的傷痛 晚喜就用了她的替身能力來給她下的心理暗示 把她變成方澤霞 不過呢在Joker的勸說之下 錦還是成功的跨越了傷痛 怪刀團的其他同妹都自行掙脫了無限閱讀的控制 一行人開始攻略晚喜的殿堂 但是達到最後 就在對晚喜發出預告信的前一晚 晚喜告訴Joker其實明智無狼之所以會復活 並不是因為她真的從獅童殿堂裡面逃出來了 而是因為明智跟小春的爸爸 雙夜的媽媽一樣是被晚喜給復活的存在 你要是毀掉了這個夢世界 那明智也會跟著消失 但當然如果你選擇True End 那他們就會一起打敗晚喜拯救世界 最後直接再接回原本P5的那個結局 雖然說POR的第三學期 給人一種做了一場15小時的大夢後 又扭回了原本結局的微妙感 但是我其實也不是不能理解 團隊想在這段劇情內達成什麼 還有為什麼會這麼困難 首先因為P4的冬天劇情被跳過是真的被跳過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所以P4G才有辦法把瑪莉的劇情給塞進去 但是P5並不一樣 中間被跳過的劇情Joker是在敦苦勞的 而且這段也需要展現主角這一年下來累積的羈絆究竟是如何回來拯救她 同時也證明就算沒有異世界也有辦法改變世界 這是一個非常有必要而且感人的橋段 所以P5R當然不可以隨便去碰 並且玩喜創造的夢世界也向主角拳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疑問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被社會的鎖鏈給勒出來的傷痕 你們才有辦法成為怪盜團 你們偷走壞人的慾望來改善社會 但是假如說我今天有辦法幫你們把這些不好的回憶通通拿掉 就跟你們的改新差不多原理 那你們願意接受這個新的世界嗎? 玩喜突然跟前面P5幾個大壞蛋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是屬於反羅旋族那種的另一個正義類型的反派 先說我們要說哪種反派比較好喔 這純粹只是你站不擅長的問題 但反正玩喜他在做的事情並不是自私或者邪惡的 因為事實上他也的確認為自己是在拯救人類 但是到頭來玩喜的幻象跟改新終究還是不一樣 因為玩喜的世界修補了心中傷痕的同時也限制了人們進步的可能 而這也正好跟怪盜團秉持的信念是相違背的 也就是自己做決定的自由 而怪盜團的成員也在面對自己內心的軟弱之後得到了全新的力量 比較有趣的是這次並不是跟以前一樣的強還要更強的進化 什麼自來野 須佐之男 主角須佐之男命之類的 而是從基德變成齊天大聖 再變成威廉 對也就是船長基德的本名 卡門就變成色雷斯丁 桑德利崩就變成艾拉 P5R作為P5的延長線想要探討的主題就是這個 原本你的假面是你拿來反抗跟自我解放的武器 但是現在你需要的是反譜歸真面對真正的自己 這邊的邏輯也就跟新舉角方澤的角色曲線是完全一致的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作中的兩次覺醒 第一次是他作為俠 對於旁人不負責任的期待感到厭煩而引發的 這符合了P5無印的主題 也就是叛逆奪回自由 不過這時桑德利崩就講了一段很有趣的話 暗示了這段方澤的覺醒其實是不完全的 世道的後面 神仙教母的魔法失效了 錦又變回了灰姑娘 這時他才必須認清自己不是俠的這個事實 接受傷痛然後繼續向前邁進 這則符合了R的主題 也就是坦承 這邊插個題喔 講一下P5無印我個人最喜歡的橋段 也就是龍絲把一夥人聚集起來然後說 他打算搬家去做治療 因為他果然還是想繼續跑田徑的部分 然後信也接著坦白說想要出國遊學 雙夜則要去讀寄宿學校 不只是主角要離開 怪盜團的每一個人也都準備各奔東西了 因為打敗了玩喜的他們 有那個義務向他證明 跨越了傷痛後有更好的未來在等著他們 好吧講到這兒問題來了 為什麼P5R的第三學期還是不管用 恩...老實說問題還真的不在劇本上 對我來說 P5R真的開始崩盤的點其實是在最終BOSS戰之後 沒錯就是這麼後面 前面我真的是超級無敵沒有意見的 首先BOSS戰的不停喀哥真的很破壞氣氛 R的過場動畫比起原版明明氣派的那麼多 但就是因為音樂一直換導致很多畫面的情緒都被打斷了 而且喔 我就很想問 你明明知道自己後面還要再來一個跟老實一打一的肉搏戰了 那為何當初飛上去槍斃大BOSS的時候 不給明智或者方澤一起秀一下 明智最後的遺言竟然是抱怨Mona直升機的空間太小 然後後面就直接掰了 焦點人物模糊的這個問題到後面其實還在持續喔 首先最大的問題在於方澤不知為何扭回無印版結局之後人就不見了 你要是沒跟我一樣情人節跟白色情人節都選他 那你幾乎是不到結局都見不著他的人的 超扯 連離別前的打招呼都沒出現 我都懷疑是不是遇BUG了 你知道就連明智你去爵士酒吧都還有一個白手套的浮現回收 算是把他跟主角的禁敵關係給圓滿收掉了 但方澤不知為何就是不斷的身影 再來就是結局動畫 這是我對P5R最不滿的地方 首先他們竟然拿原版IG的動畫來魔改 畫風不統一就算了 重點是作畫一不知為何睡了一大節 圖感倍增 然後我也得直說 這個結局也沒有怪到團的大家一起坐車回家來的眷勇 P5R的結局給觀眾更多的只有疑惑 甚至還有一堆人不知從哪流出一堆方澤是失憶了這個鬼謠言喔 真的必須得把他們回去把P4重新玩一遍 好吧這時我們回頭看P4G喔 如果說P4G他成功的點在於他並沒有硬去亂動原本的故事 而是從空白的地方去添加新東西的話 那P5R失分的點則剛好相反 他的問題在於他動了原本已經很好的東西 但卻把他給改造了 P4G新家的要素其實摸著良心想並沒有到特別優秀 但重點是人家要成功的烘托到原有結局的感動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畢竟誰不想看到長髮的菜菜子 誰不想看到不纏兄的直斗 但P5R我要說他新家的新要素新概念雖然都非常的優秀 可是不幸的他們卻削減到故事原有的感動了 你知道中文版出之前我就已經看過各式各樣各種邏輯秘之無敵取鬧的批評了 P5原本預告的第三學期實際上可玩的只有一座殿堂 但在原版裡面啊 P5的一個學期平均有三座殿堂喔 你知道我...就...不說什麼 北七喔4G也只有一座啊貪心屁喔 之類的話來反駁了喔 我就只講一件事 如果他們真有那個精力生出三座殿堂 那他們為何不乾脆把那些新立惠啊新角色啊新招式啊 這些東西全部包一包出一個P5之2就好了 P5R這種遊戲形式放到現在快戰化的這個時代實在是已經太不吃香了 既沒有更換平台或者時代代溝之類的天時地利 也不會真的有很多人去在意他用心的部分 更是有些人光看P5R的定位就會不假思索的 直接給他貼上一堆標籤 強行把他跟那些真正的削錢奮座擺在一起 但是就算我再怎麼用力的想把這個遊戲給狠狠的吹一遍 就算這遊戲有再怎麼多堪稱天才的改動 P5R結局的那個近乎墜機式的自爆 還是讓我無法真心誠意的讚美他 這個感覺就像是一個高材生寫了一串完美的算式 但卻在最後關頭狠狠的計算錯誤一樣令人惋惜 經過了R之後我知道很多人對P系列的將來 特別是P6感到非常擔心喔 只是你知道雖然和田這次加強P5沒當時做P4的那麼得心應手 但時間還很長嘛 喬業團隊也不是一出手就直接爬到現在這個地位 我個人目前是比較想知道P5S會不會出個猛將傳 然後孤雕團就趁放人家出去玩第二次 而且這次把明智方澤通通叫上 印象空間的那個喬斯的浮線最好也可以收一收 總之依照阿特拉斯以往的個性他們應該是不會讓玩家等待太久的 我對P6只有一個期望 就是不要再有1格2 我不想聽到天之中勇以外的聲音了 但是請讓一個也很適合藍色的 掛在牆上掛了整整14年的男人來接替他的位置 好我是景川一我們下部影片見 好的 我們下部影片見